词曲 李宗盛 斟言第二章 第二十节 智慧必使你行善人的道 守异人的路 譬如我们曾经在好几年前 主日也提过 萧斯 萧斯是一个非常好 第一去伸 但伸得起码四五年前 还是维持着一个很好的 很平均的学习拳战 和一些策略上的好处 能够学到的 但只不过就是 里面关于课金 你可以付钱 你只付钱 你可以在里面提升 或者得到某些东西 但其实 如果以消失 里面 就可以将课金这个概念 讲出来 其实所有游戏当中 我觉得 会少过1%的游戏 是比资金 是比资金 是值得给的 其他只有99% 是不值得的 当然有些游戏 本身你买的时候 就要买它 那没什么说 那些不算的 你叫货金 但如果你打的时候 给资金 其实逢你策略游戏 都会有个问题 就是那时候 我也发现很长时间 跟策略家 是谈过的 告诉你 不要用课金 今晚某些游戏 比如消失 不要用课金 因为它反过来 它好像帮了你 但是在你的学习 和成长当中 等于punish了你 它导致你在这个游戏 游戏当中的游戏 当中的游戏 游戏当中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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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游戏当中 如果你在给资金上 其实你在里面的过程当中 是游戏不到这个游戏 最少50%策略上的 好的成长内涵 那部分 你禁止了它 那变了 对于你成长来说 对于因为玩个游戏 而学到策略来说 那是punishment 你是可以给钱去玩 但是你玩了之后 就变成了你是为了娱乐玩的 而不是说你在策略上进步 玩 为什么呢 因为你记住 娱乐所带来的那种乐趣 应该说 其实是不及得你成长里面 带来的乐趣 所以跟我来说 我用10个小时玩这个游戏 是有成长当中的乐趣 但是另外我用货金 也是玩10个小时 但是里面是可以在玩方面 尽量升高 你下意识你的良心 就会觉得你浪费了10个小时 在这样玩法下 尤其是 10个、20个、100个小时 玩下去 你的良心就会很消极 就算会影响了你入上生活的态度 以及你面对问题的时候的心态 但是你反而在10个小时 都不让货金底下成长 的话 你有战无不胜的信心 你对事情 你会很有兴趣 用脑筋去解决 所以变了很多 策略家 身边的人 问真正解决问题 都会说 让我想一想 因为我通常一说这一句 就是我自己有信心 用我的智商 我有办法解决这个事情 用最好的办法解决这个事情 因为我是在游戏中培养出来的 但是比赛货金玩游戏的那些年轻人 他们百分之百没有 百分之一这种智慧和信心 百分之一都没有 因为他里面就是有什么 充满犯态 充满犯态感 对于面对现实问题 会逃避 因为在游戏当中 面对问题都要付钱 那么你想一下现实问题 现实问题 现实问题给不到钱 那怎么办 这个当然很多人不懂 但是本身这个感激主 因为我本身是想着用来侍奉的 所以我会 不懂得说这些 但是我自己经历这么多年的时候 我就会看到分别 所以肖斯就不应该付货金 不应该落钱去玩 早年教肖略家的时候 我就说你应该由零开始去玩 因为为什么 在这一方面 能够由最初階慢慢成长的过程当中 其实是最好玩的 而且通常写游戏的人 在最多心血体里 就是说他写游戏的人 差不多八成心血 或者九成心血 都在那里 就是这个实际的例子 你们很多都有看过金庸的小说 是不是 金庸的小说 跟古龙或者很多其他人不同 古龙的那些又是陆小冯 楚楼香那些 不同的是 金庸的小说 差不多是千篇一律 都是最好看就是男主角成长 是不是 古龙那些 就多数已经成长完 你看那些事件 那些 是不是 所以金庸的那些是不漏的 因为成长过程 永远是最开心的 不是说你成长 你看人家见证人家成长了 这些郭靖 越来越好打的那些 你会觉得很好看 但是当他成长到 哇 独步天下了 但是结果了 因为没有东西写到 已经没有东西再好看了 已经 明白 已经没有东西是 是享受了 所以就算你写小说 作的 现在要你作的 凭空的都作不到 有什么好东西可以写下去 是不是 就是当他变成全个故事 最好打的人 哦 可以了 可以买单 这样的嘛 明白 现在原来你给钱 你skip了这件事 那你就很傻了 最要享受 关于你的人生 最要享受 或者甚至小说里面 主角最要享受 其实你 你miss了 是不是叫punish 是不是 所以变成 就让你看到 其实我们自己下意识都知道 其实成长过程是最好的 而这个成长能够 我们很难 是有一个叫做 有自己的成长 但是当我看小说的时候 我们最多见证人家的成长 所以打游戏 为什么很多人都会喜欢打游戏 其实不知道 就是他成长的过程 就是他成长的过程 但是当然 你要看看这个游戏 值不值得 你成长 正面第二章 第二十节 只未必是你行善人的道 守二人的路 求主食卿 让我仅靠你身边求歌 那管有风影 你去留歌道 但你却会 则与听我 尘数 可能只能行善人的路 尘数 甚至少 既然 请善人 信道 尘数 只能欣赏 我心窝 前面 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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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老道 哪怕我经的四处曾经 撑到你风静百度 决意见手热成情葬 满在信心 燕朝向天路 纳志排跑 从未有得到 约细地踏踏踏